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银潭在常见的影视作品中 常常可以看到神与人相爱的浪漫爱情故事 这样的故事往往在剧情刚开始就会遭到许多的阻碍 但是最后两人还是会克服种种困难而在一起 黑夜传说中男女主就分别属于不同种族 可是他们两个没有能够躲过爱情的邂逅 两个人最后在一起了 有人说过爱情面前没有高地跪欠 人人都是平等的 我想如果有人能够在爱情面前控制自我 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极其冷血的人 影片讲述塞琳娜是吸血鬼部落的得力助手 而他们种族和狼人种族一直都存在着种族矛盾 当年狼族领袖鲁仙被克莱恩杀死 吸血鬼种族都以为狼族所剩狼人无几 可是在塞琳娜奉命追杀剩下的狼人时 却发现他们盯上了一个正常的男子迈克尔 塞琳娜十分好奇迈克尔究竟是什么来路 但是总是与不巧的错开了相遇的机会 当迈克尔差一点被狼人抓到时 塞琳娜把狼人击败 而迈克尔趁机逃跑了 塞琳娜猜测迈克尔的身上一定有狼族想要的东西 可是她的这个想法却遭到克莱恩的嘲讽 克莱恩告诉塞琳娜 自己当时已经把狼族领袖鲁仙杀死了 现在她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可克莱恩这样激动的反应 让塞琳娜更加怀疑 也许是出于本能 塞琳娜怀疑鲁仙并没有被克莱恩杀死 她感觉是克莱恩骗了所有人 于是塞琳娜去翻看了吸血鬼种族的历史 发现在当年的克莱恩与鲁仙一战中 只有克莱恩是最后的幸存者 而家族的历史中也出现了克莱恩脖子上的挂件 这让塞琳娜更加肯定自己的想法 与此同时 迈克尔已经被狼人家族抓走了 因为她已经被证明是狼人家族中要去找的人 迈克尔的血可以让狼人和吸血鬼的奇异相结合 鲁仙非常需要这个力量 她想要成为最强的物种 可是这个时候 塞琳娜和维克多带着人杀了进来 最终 卢西恩以失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迈克尔却成了狼族和吸血鬼族的混合物种 变得十分强大 这个时候 塞琳娜和迈克尔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他们两个人也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了 现在迈克尔和塞琳娜已经变成了全球通缉的对象 两个人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爱情是伟大的 不管在什么爱情面前都会变得不值一提 复仇源源 肯定是会要子孙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的 影片最后 以塞琳娜的独白而结束 这也势必说明了 黑夜传说将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带给我们 而这样精彩的电影内容 肯定也会以塞琳娜和迈克尔的感情为主线 两个人继续进行着种族之间的销量 虽然现在的迈克尔不仅算是半狼人 也算是半吸血鬼人 不管如何 迈克尔心里一直爱着塞琳娜 不管他们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族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